第123章 祭坛 鬼丽唯之恶然,但只见小白的眼中柔情无限,水汪汪的如玉滴出来一般倒映着自己的身影面容,忍不住心头一跳。 你喝醉了。 鬼丽说出这话的时候,忍不住头上有微微的汗珠。 小白的身子此刻肆意完全站不住了,全部的重量都靠在了鬼丽的身上,但见她好齿轻轻地咬了一下红唇,慵懒中还有一丝娇脸,口中滴滴的一声声吟,仿佛勾人心魄一般的风情,慢慢地把她的头靠在了鬼丽的肩头。 你啊。 这带着醉意柔媚无限的女子轻轻地道。 似乎是因为酒性太烈,她把头轻轻地在鬼丽的肩膀上转动摩擦,许是头疼了吧。 只是她的声音柔柔地还在鬼丽的耳边轻轻地道着。 你这个人,就是活得太累了呀。 哈哈,知道吗? 小傻瓜。 鬼丽被她最后三个字小傻瓜叫得简直是心惊肉跳,但听这话语中尽是柔媚之意。 从这女子的身上不时传来淡淡的幽香,萦绕不散。 最厉害的是她那一张绝世容颜就这般庸庸懒懒地靠在肩上,整个身子依偎在自己的身上,让人不敢动,不能动。 这场面若是在中途地方,想必会引来无数的风言风语,但南疆这里风俗开放,一众苗人也不以为怪。 反而多半以为这是一对情侣,尤其刚才小白惊天动地的一喝,当真是震动苗寨,更无人说些什么。 只有一些对小白倾慕的年轻苗人男子一时大失郁闷。 鬼丽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,同时心中不知怎么回味着小白刚才话里的意思。 这,活得太累几个字,慢慢地回荡在心头,一时茫然。 就在这个时候,忽然听到身边传来了吱吱的几声叫声,正是小灰的声音。 她这才想起小灰一直都在旁边玩耍,刚才拼酒的场面为师太过震撼,自己一时竟然忘记了小灰,当下转头看去。 不料,这一看,险些又把鬼丽噎得说不出话来。 只见小灰不知从什么时候,从岸边跑了回来,蹲坐在离鬼丽小白不远的地方。 三只眼睛滴溜溜打转,大是好奇地看着场中的情况。 此刻见双方拼酒结束,众人忙着收拾,苗人多走过去将那些醉倒的战士扶起来照顾,鬼丽呢,也正抱着半醉不行的小白哭笑不得。 而场面上更是一片的混乱,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的酒鬼不说。 长柄、尖枪等武器、藤甲,包括那些苗人喝醉之后,掉落地上的大酒袋,满地都是。 其中还有几个酒袋中剩下的烈酒没有塞好,从袋口缓缓地流淌出来,在空气中泥漫着一股浓烈的酒味。 猴姓好奇,小灰天生灵悟,好奇之心比寻常的猴子还要强十倍。 当下趁人不注意,偷偷溜到边上一个最倒的苗人战士身边,脑袋向四周张望一下,见似乎无人注意到这里,便小心翼翼地将吊在那战士身边地上的酒袋给捡了起来。 烈酒的味道,瞪时涌了上来,猴子小灰深深地一闻,三只眼睛一起打转,做迷惑不解状。 显然,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等东西,当下很小心地坐在地上,猴头转动又向四周警惕地看了看,这才慢慢地放到嘴边喝了一口。 酒入猴口,小灰放下酒袋,猴嘴里咋吧咋吧,呼得成大欢喜壮,居然很是喜欢这个味道的样子,忍不住发出了吱吱的叫声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鬼力听到声音转过头来,一见居然连猴子也在喝酒,一惊之下,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,心到这年头真是疯了,怎么不管狐狸还是猴子都开始喝起酒来了? 小灰,过来! 鬼力大叫了一声,小灰一激烈,向鬼力看来,见主人的面色颇为严厉,伸手抓了抓脑袋,便放下酒袋,向鬼力这里跑来。 只是,他才跑了几步,呼得又想起了什么,居然又转回头去,跑到那个醉鬼的身边,将那残余小半袋的烈酒酒袋抓在手中,就这般在地上拖着跑了回来。 鬼力为之气节,这时,注意到这边猴子情况的诸多苗人,却纷纷大笑了出来。 苗人性情豪爽,尤其男子多好酒,一看这猴子居然也有共同的兴趣爱好,不由得大起知己知感,只觉得放眼天下,果然还是我苗族的烈酒天下第一,不信的话,你看,连猴子也忍不住要喝上一口。 一时之间,诸多苗人居然高兴了起来,人群中抛出了不少的香蕉水果,都向小灰扔来,显然是喜欢小灰给他吃的。 小灰一开始还吓了一跳,只见突然间天地变色,无数异物纷纷砸下,简直必无可避,不由得大怒,吱吱乱叫,对着猪苗人做凶恶状。 不料,片刻后定睛一看,居然都是香美的水果,如何不喜呢?立刻伸手到地上拾了几个香蕉,然后再慢慢地一流小跑,回到鬼力的身边。 一屁股坐到地上,将香蕉扒皮吃了,而手中抓的那个酒袋居然也还在他的手上,被带了回来。 鬼力望着小灰,见小灰吃的是津津有味,不时探出脑袋将那酒袋放在口边喝上一口。 看猴子喝了好几口烈酒,脸上却似乎没什么发红的变化,居然酒量不小的样子。 鬼力张口正要说些什么,但回头一看,正靠着自己肩头,醉意朦胧的小白。 呼得一叹,把话又缩了回去,什么也没有说,倒是小灰笑嘻嘻的样子。 见鬼力不时向自己看来,猴手一伸,从地上拿起自己捡回来的一根香蕉,递给了鬼力。 看来倒是挺讲义气,要和鬼力有福同享。 鬼力漠然,脸上风云变幻,终于慢慢摇头转过身去,不再看着猴子。 小灰耸了耸肩膀,不知道主人为什么对这灯美味不感兴趣,反正自己吃得开心,也不去管它。 向四周张望一下,窜出去又捡了几根香蕉回来,放在身前的地上,慢慢品尝。 这一片凌乱狼迹的场面,就是刚刚从祭坛里出来的苗人族长图马谷所看到的画面。 负责守卫祭坛重任的士兵,全部醉倒,横七竖八倒了一地,空气中泥满着烈酒的浓香。 远处苗人民众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着,不时有人哈哈大笑。 至于那两个中途来的人,男的还好站在原地,只是面上神色颇为难看,女的却似乎已经喝醉了。 脸色红通通的艳丽无比,整个人靠在男子的身上。 不过,还能站着,这一点就比满地最倒的苗人战士强了许多。 甚至,连他们带来的一只奇怪的三眼猴子,居然也坐在他们的脚下,吃一口水果,配一口烈酒,兴高而采烈。 图马谷又不是傻子,多看了几眼,再看看满地的酒袋和那些围观苗人的神情,便知道,并非那两个中途人使的什么诡计, 而是自己手下不争气。 这时,看到族长走了下来,早有人跑上前来,在他的耳边低声地说话,将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。 看着这一地的醉鬼,图马谷,直气的是七窍生烟。 心想这些废物,看守祭坛这等大事居然都抛到脑后。 更可恶的是,十几二十个男人居然跟一个弱女子喝酒喝得趴下了, 此事万一流传出去,苗族不免鸣声扫地,被南疆其他四族暗中嘲笑到死。 心中打定主意,回头定然要好好地收拾这些废物苗人之后,图马谷强装出笑脸, 装作对地下一片狼藉视若无睹的样子,向鬼力走去。 鬼力,这时也看到图马谷走了过来,心中咯噔一下。 这个拼酒场面,虽说并非明刀针枪,但这一地醉倒的苗人,任谁也看得出来,让苗人大大的丢了面子。 刚才图马谷从山上下来的时候,鬼力远远望去,便看他脸上神色不对,显然大事恼怒。 虽然,此刻勉强露出一丝笑容走了出来,但鬼力如何不知道他心中不快,不由得在心里埋怨小白,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。 带图马谷走近,鬼力强笑一下,善善道。 老丈,老丈,我,我这位朋友他,他实在不懂规矩,才搞出这么……。 图马谷摇了摇头,对他道。 你不用说了,我都知道了,说来,都是我这些手下人,实在没用。 鬼力漠然,随其小心翼翼地道。 那,大巫师他可愿意见我们吗? 图马谷看了他一眼,又看了看依靠在鬼力身上,明眸半壁,轻轻喘息的小白。 哎,苦笑一声道。 你们上来吧,大巫师答应欠你们了。 鬼力大喜,连声道,多谢老丈,多谢老丈。 图马谷淡淡地道,我是这里的苗人族长,你叫我图马谷就可以了。 鬼力倒是一阵。 他虽然看出,这老者在苗人中很有威望,但没想到,居然就是苗人一族的族长,当下点头道。 如此,多谢族长了。 图马谷摇了摇头道。 你们快上去吧,大巫师还在等着你们呢。 鬼力应了一声,正要迈步向半山腰的祭坛走去,却被身边的小白绊住,但见那柔弱无骨的身体,软绵绵地靠在自己的身体上。 若自己直接这般走了,他还不得摔在地上。 当下小声地对小白道,小白,我要去见大巫师,你自己站好,在这里等我,好不? 小白,也不知道醉意之中是有没有听得清楚,但听到鬼力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也没有睁开眼睛,面上轻轻地笑了笑,妩媚至极。 却没有说话,只是抓着鬼力衣衫的手,却又是紧了一分。 鬼力无奈,而且毕竟此地乃是陌生之处。 小白又醉成这样,将他一个女子独自留在这里,不免有些不安。 脑中转过念头,不得已叹了口气,伸手环抱过去,将小白扶住,一起向山上走去。 图马谷在前带路,鬼力扶着小白走着。 小白的身子依旧软绵绵的,走起路也是轻飘飘一般,大半的重量靠在鬼力的手上。 鬼力的眉头皱着,心中说不出的感觉。 突然,他又想到了什么,转头看去。 果然,只见小灰居然还是没动,坐在原地上吃水果喝烈酒,不时发出吱吱的笑声,乐不思蜀。 鬼力脚上一踢,将一根香蕉踢得飞起,正好砸在小灰的脑袋上。 吓了小灰一跳,猴头猛地转了过来,用手摸了摸被砸到的地方,鬼力美好气地道,走了。 说着,又扶着小白跟着图马谷向山上祭坛走去。 小灰抓了抓脑袋,站起身来,将手上的水果丢下,其实也吃得差不多了。 同时摇了摇那个酒袋,刚才那个士兵酒量颇大,缘已经喝了许多,再加上刚才酒袋掉在地上,酒也流了不少出来。 被猴子这么喝了一会儿,已燃见底了。 小灰将酒袋也丢在地上,正要跟着鬼力过去,呼着他身子一顿打了个酒格,猴脸之上也慢慢地红了起来。 看来苗人烈酒毕竟不同凡响,此刻也慢慢上头了。 不过小灰,毕竟乃是灵物,虽然脸色渐红,却还是行动如常,连忙跑过去跟上了鬼力。 只是,在后面走上山路的时候,刚才站岗的苗人士兵就是在这里醉到了一大片,满地都是酒鬼的酒袋。 鬼力扶着小白当先走了过去,小灰走着走着,忽然停下,从地上又捡起来一个大酒袋。 举到手边晃了晃,咕噜咕噜地发出响声,看来居然还有不少,不仅是喉颜大悦。 这番惊喜之下,小灰顿时高兴了起来,东捡一个酒袋,摇晃两下,西捡一个酒袋,摇晃两下,边走边捡。 无奈,喉手只有两只,捡了一只,掉了一只。 偏偏小灰贪心不止,不愿舍弃,将东捡西捡一共七八个酒袋放在一起,却无法一起带走,只急地发出吱吱的叫喊声。 正想抬头向主人求救,不料这一看,却是吓了一跳。 只见主人跟着那个苗人老头已经走得远了,快到了山上的祭坛。 小灰吱吱乱叫,跳过来跳过去,抓耳捉腮,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 末辽终于意狠心,随手抓起两个酒袋,双手拖在身后的地上,拼命地向山上跑去。 也还好,苗人缝制的酒袋皮厚牢固,否则被他这么拖来拖去的,也早就拖破了。 看着这猴子有趣的模样,山下围观的苗人人群之中,哄哮之声远远传来,回荡在七里洞山谷之中。 小灰一路急赶,终于在祭坛前面追上了鬼力等人,呼呼喘气。 鬼力转头向他看了一眼,只见猴子张口吐舌,大口喘气,手中却物资紧紧地抓着两个酒袋, 正了一下,片刻之后摇了摇头,转过头去。 图马谷向祭坛方向做了个手势道。 你们,跟我来吧。 鬼力点了点头道。 多谢。 图马谷笑了笑,当先走进了苗人祭坛,鬼力跟在他的身后,也走了进去。 一进祭坛,阴暗的感觉就笼罩了过来,与外头阳光明媚的世界截然不同。 不知道是不是大巫师吩咐了什么下来,这一路上,图马谷和鬼力都没有看到祭坛里其他的人。 小白醉意盈盈,鬼力心事重重,都没有注意到周围,只有小灰拖着两个大酒袋跟在他们身后,隔不多久就打个酒阁,猴眼好奇地东张西望。 阴暗的祭坛里,那些石壁之上,隐约有红色出现,看去倒像是鲜血涂抹而上。 而在石壁的角落里,往往还有动物猛兽的头骨,猙獰装饰。 小灰吱吱地叫了两声,似有些不安,脚下又快了两步,跟紧了鬼力,不过手上抓着的酒袋倒是紧紧地没有放开。 一路之上,没有遇到什么阻碍,他们很快地就来到了祭坛最深处那一个大巫师所在的石室外头。 鬼力忽然皱了皱眉,虽然他此刻心情颇有些紧张,但下意识地,体内嗜血珠所发出的冰凉气息,却忽然有些骚动。 这时事之中,仿佛有种神秘莫测的力量,刺激了嗜魂。 图马谷转过头,对鬼力道,就是这里了,大巫师就在里面,我们进去吧。 鬼力点了点头,跟着图马谷进入石室,一眼就看见那个背对着他们坐在火堆前面的狗楼的身影。 图马谷示意他们等一等,然后自己走上前去,在刚才的地方停了下来,恭恭敬敬地道。 大巫师,他们来了。 大巫师苍老的声音缓缓响起,听在鬼力耳中的,居然是非常流利的,正宗的中途语言道。 请他们过来吧,图马谷,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了,你去吧。 图马谷应了一声,转过头对鬼力道。 那,你们和大巫师谈吧,我先出去了。 鬼力向他点了点头,由衷地道。 族长,真的很谢谢你了。 图马谷笑了笑道,没什么。 说着,又看了看鬼力壁弯中的小白,心想,这世间居然有酒量如此之大的女子,当真不可思议。 心中这么想着,慢慢走了出去。 待图马谷的身影消失之后,鬼力转过身来,向前望去。 那一个狗楼的背影在火光中闪烁不停,被照得阴暗不定。 隐隐有些不真切的感觉,充满了神秘。 他正犹豫着如何开口恳求,大巫师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。 年轻人,过来吧。 鬼力听着这苍老的声音,心中忽然有些尊敬之意,当下应了一声。 是,扶着小白慢慢地走了过去。 在大巫师身后六尺的地方,犹豫了一下,便没有继续前往,而是站在原地不动。 小灰,拖着两个大酒袋跟了上来,紧紧地跟在鬼力的脚边。 三只眼睛却不停地东描西看,打量着周围的情景。 最后,目光落到前方那个古怪的犬神石像上,看个不停。 坐吧。 大巫师苍老的声音静静地道。 鬼力依言坐下。 小白的身子此刻已经站不稳了,而且似乎酒劲饭上,大有睡觉的意思。 下意识地便靠在鬼力的身上,投在他的肩膀摩擦两下,便沉沉地睡去了。 至于小灰,似乎也受了这个时事中安静的气氛影响,大气都不敢喘,当下也安静地在小白的身边坐下,将两个酒袋放在身边,悄悄拿起一个放在口边。 喝了一口,猴眼转动,向大巫师的身影看去。 你们来找我,是为了什么事啊? 大巫师依然面对着火堆,没有转过头来。 鬼力道。 大巫师,是我有一个朋友,他散失了两魂七魄,只残存一魂,如今整整十年了,如假死人一般。 我听说大巫师,你有还魂七术,正好能够救他。 请大巫师,您一定要,要救救他。 话说到最后,他的声音也仿佛有些颤抖。 十年的哀伤等待,苦苦寻逆,仿佛都在此刻涌上心头。 大巫师没有说话,沉默着,时事中陷入了一片安静。 只有大巫师面前的那堆火焰,劈啪燃烧,明灭不定。 许久,大巫师才打破沉默道。 你那个朋友,是怎么有这个病症的? 鬼力迟疑了一下,慢慢道。 十年前,我与敌人斗法,对方道行深不可测。 用法力巨大的仙剑斩下,我无力抵抗。 他,他不惜性命,燃尽一身的惊血,融入了三魂七魄。 这才将我救下,可是,可是他自己却也变成。 他声音有些哽咽,停了好一会儿,才又继续到。 但是,幸好,他身上还有一件异宝和欢灵, 在危机关头,把他魂魄中的异魂给扣了下来, 射在灵中,这才有了一线生机。 大巫师,求你救救他。 大巫师的背影,在火光中,忽然好像又苍老了一分, 慢慢地道。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朋友,可是魔教中人吗? 鬼力一惊,刚才他就是怕魔教的名声不好, 所以不敢特别说明。 不料大巫师一听之下,突然就直接说了出来, 正惊一处,大巫师苍老的声音已经诱到。 他,一定是个女子吧。 而且用的那个法咒,便是魔教中秘传的痴情咒。 可对。 鬼力大吃一惊,又惊又喜。 惊的是,这南疆边垂,阴暗祭坛深处的老者, 竟然是个不出事的义人。 喜的是,他本领越大,那么拯救必要的希望,便也越大。 当下,更不管其他连连点头的。 大巫师,果然是慧眼,的确如此。 不过世间对魔教,虽然多有诋毁, 但我这位朋友,却真的是心地善良之极啊。 还请大巫师你施展回春妙手,救他一次。 大巫师的尖头,仿佛也轻轻地动了动。 火焰燃烧中,似有一声轻轻地叹息的声音。 那声音,有淡淡的悲苦,隐约有几分伤心的味道。 唉,你们中土的正派魔教。 对我这个边荒野人来说,也没有什么干系分别。 你倒不用担心这个。 鬼力大喜,正要说些什么? 大巫师已然接着说道。 你说的,那种还魂奇数。 我的确略知一二。 但是,能不能救你那位朋友? 我并没有把握。 鬼力的心中一颤,眼中一热。 这十年以来,今时今日, 终于是在这层层的黑暗之中, 看见了一点微弱的希望。 只是,大巫师的声音却还在继续的。 不过,在这之前, 我还有一个问题。 你要先回答我。 鬼力连连点头道。 大巫师,您请说。 大巫师缓缓地道。 是谁告诉你苗族祭坛里的大巫师, 传承有这种还魂艺术。 鬼力文言一正, 下意识地转头向小白看去。 只见小白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 身子软绵绵地, 已经从他的肩膀上滑落了下来。 把头沉在鬼力的大腿之上, 嘴角挂着一丝微笑。 正睡得香甜。 鬼力刚才与大巫师说话时, 全神贯注, 竟不曾注意到他。 而这时, 目光放远一些。 只见猴子小灰竟然也是满脸通红, 那两袋残余的烈酒, 看来被他一口一口地, 竟然都给喝了下去。 此刻他靠在小白的身上, 猴头枕着小白的肚子, 四肢蹚开, 四扬八叉地躺在地上。 肚子一鼓一鼓地, 大声酣睡。 鬼力, 转过头来。 对着大巫师的背影, 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, 摇头苦笑。